靠腰 竟然在这里被罗月芳逮到 她有什么方法才能撇清 六年前我没死那一件事啊 Zoe 刚才千万叫你 文柔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叫丁小柔吗 六年前我们还 先生 你刚刚真的吓到我了 我不认识你 我也不记得你是谁 你叫我什么 Zoe 丁小柔 不是吧 我朋友都叫我戴文柔啊 而且你把大家都赶出去 到底会跟我讲话吗 我叫丁小柔 你可以叫我Zoe 庆祝这个世界很美好 庆祝你说过管他们 你说得对 这个世界很美好 尤其是你 和您在那每一天 我值得庆祝 你说你不是丁小柔 那六年前 好 老实跟你讲 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带温柔 因为五六年前 我失去了全部的记忆 所以我的身份都是我朋友跟我交的 好 六年前我们曾经交往过 但是有一天 但是有一天你被人家绑走 你只留下一段影片 你只留下一段影片 之后你就消失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 六年前你并没有死 可是失忆了 天天是水秘还是什么鸟日子 你说我们两个交往过 我 靠腰你就不是我喜欢的菜啊 怎么可能啊 如果不信的话你看 你看 这边有个疤人会看到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就是讨厌人家问我以前的事 这几年已经有人问我三千多万遍 烦死了 以前是很重要吗 然后你说什么 你知道什么 罗 罗月芳 罗先生 或许以前我跟你真的有过什么 但我有经理钱吗 有吗 还好没有 没有那就代表我们两个没有关系 我不懂你现在想在我这边得到什么 你干嘛 抱歉 不是 我不知道原来你是失忆 不过现在看到你好好的 我很幸运 戴文柔 我真的配合你的即兴表演 哪里找 哪里找 我没有忘记跟你的约定 过去六年我都很低调地在高雄 但这次真的是剧团许远的团圆临时有状况 所以我才会来台北的 对不起 但我什么都没有讲 我刚才讲说我头部受到撞击 我失去了一切的记忆 求求你原谅我 有没有人知道我们今天要见面 没有我谁都没有讲 你打算在台北待多久 在一个礼拜训演就结束了 一个星期之后 你要是再让我看见你 不会 我发誓 我不会再出现了 你最好说到做到 你真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 喝吧 这酒苦了 虽然苦还是酒啊 我看见你跟丁小龙碰面 我确实是认识丁小龙 是你要他靠近你 是他先靠近你 之后我才跟他接触的 那是不是你支持他炸死 演这出戏来片子 到底是怎么了啦 是不是跟那个戴文柔有关啊 他都在用他的计划控制我的人生 让我在过这种痛苦的事 六年级的命案 蔡丹燕的死 都跟罗金龙的隐退 叶芳接班这两件事情息息相关 我们需要你后提供这颗怪病毒 我罗金龙的事情 我自己会处理 因为你变成个勇敢的自己 懵懂青春里 有不少有泪滴 世界在闹过还有你 是因为你 我爱上未来的自己 自己不定脚底 时空无唤醒你 改变不了是我们的感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